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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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信 反對千賊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的信件 已經放在尖馬之聲的網頁 給大家可以下載 除此之外,我們亦預備了 網上版的信件給大家寫 寫下你們的心底 說不想被政府拆了巴士總站的話 請大家上來我們的網頁 網址是 www.ourbusterminal.org slash gn562 這就是中文版的網址 大家上來就可以 看到一人一信 當你們填了一人一信 我們就會在11月8日前 幫大家遞到有關的部門 而英文版的網址 也很容易記 都是www.ourbusterminal.org slash partition 你們一人一信的行動 是足以改變巴士總站的命運 希望大家在緊餘的時間 叫多些你們的朋友一起簽信 好 又來到這個星期的尖前故後 今天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正在看著做簽名 你看著的時候 如果大家這個時候看著我們 一會兒又打算下尖沙咀 記住 我們逢禮拜六日 十月的禮拜六日 我們都是會在尖沙咀碼頭五支旗 下面我們在下午大概兩三點 到六點的時間 我們都會在做簽名的行動 就是反對拆巴士總站 當然在尖沙咀碼頭那邊 好 好 今個禮拜其實想和大家說一下什麼 其實選舉臨近 我們其實現在都知道 很多區也都會是很多不同的候選人 今年那個區選的形勢都比較混亂 可以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除了傳統的建制派之外 和泛民之外 現在都多了一些黨派出來 就說要追擊某一些候選人 某一些黨派 但是選民如果你們想知道 其實有哪些人一直有幫我們尖沙咀碼頭 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要求保留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 其實大家可以怎麼做 怎麼會知道呢 其實尖沙咀那邊 我們亦都在網頁做了一本事 就會公佈了到底哪些候選人 在港九新界都有的 他們是支持保留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或者我們去過screenshot 看一看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只要大家進來我們的網頁 albust terminal.org 然後斜棟打個e 純了一個字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一版東西 大家就會見到 我們就列了 有哪些候選人 他們是從我們簽名 承諾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和往事他們曾經幫過我們手的 這次我們亦都支持他們出選 大家到時候在街上 或者在宣傳單張上 看到他們的宣傳單張 有我們的標誌 天馬之星這個標誌 有巴士站牌仔 就會知道了 為了方便大家知道自己的區 有沒有是我們支持的候選人 我們這個網頁裏面 其實亦都已經把所有候選人 他們的所屬的區 我們在Google Mac 裏面 亦都給了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按圖識別 剛剛在看這個就是油脂網區的 這裏都很多人 這裏都12個人 就是這樣我們看這裏 跟著其他的區 好像九龍其他 大家也可以看到 好像在深水埗、九龍城 觀塘、黃大仙 都有我們支持的候選人 大家可以慢慢上來再去看看 跟著到之後 還有一些可能跟我們做行動 有時候拍的照片 還有 港島亦都有 因為其實港島 很多人都要乘巴士 轉天星過九龍 其實我們都不可以遺忘他們 他們都一直有幫我們 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大家也可以按圖識別 看看在你的區有沒有 有的話就記住 自己去好好選擇 新界那邊都有 新界那邊大家都看到 新界那邊 新界我們在元朗也有 在大嶼山也有 遠道 跟著去到好像在葵青區那邊都有 也都有一些在沙田區 和張君老和那邊的西貢 這裏大家可以看到 在尤尖旺區議會 誰是有份舉手去贊成 政府最近的一個方案 就是刷六成樓四成的方案 大家也都去看清楚這些人 哪些人做這些事情 我們就一定要聲討 這些情況 到時候大家就按圖識別 我們之前先前故後6月25日 就已經有一集 是拍攝了當日去開會的情況 大家到時候看回 不需要專門去到RTV 都可以直接進來看的 因為我們都拿了進來 當然也都歡迎大家 上RTV看回我們 以往這麼多集 去關於這個尖馬巴士總站 這個事言我們的更進 好嗎 好了 先回來 講選舉 我們除了講 大家看見剛才我們支持的 有64個名單之外 也都 還有就是有一些 其實因為他的選舉 未必太過直接關事 但一直都跟我們一起 走在同一陣線的朋友 其實我們看回 大家講回 為何千馬之星的人會搜出來 懂得說保育 會懂得去追著 不可以拆活古跡 Libring heritage 為何呢 其實都是源於2006年 中環天星事件 大家都知道當年拆中環天星碼頭的時候 是搞出幾十件事 曾蔭權 那時就說 他叫人拆中樓的時候 他都不肯給我看 叫人不要癡心網上 那些 即是死了一條心 說那個中樓已經送去堆填區 那就不能留 所以結果就是民望 就是那一刻開始下跌 其實之前特首的民望都很高 好像最近都說 剛剛去上任的時候 是六七十分 怎料現在跌到只有四十分 四十分的時候 現在他還說 都可以了 即是由一個六七十分 跌到四十分很多學校 合格指數其實通常是五十分 可能有些低一點的四十分 他都去到臨界點了 不過還有幾個月貨仔 希望他做一些好事 我們真的不希望看到他民望再低 其實整件事 有時都不是他一個人可以做到 好像當年中環天星也是 因為他當時是插中環天星的計劃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是董建華年代留下 不過不要打算卸責 曾蔭權當時也是他的團隊 正如好像現在說 擦尖沙咀碼頭的巴士擁站的時候 其實最初他提出是董建華年代 事實 不過不好意思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說當時旅遊事務署很積極推行 說要去拆巴士擁站起露天廣場 到底是誰 就是今時今日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當時的旅遊事務專員 他負責推銷鄭宇華女士 所以為何其實這個禍 到今天他從行憲 用道路工程 他沒有想著他離開了旅遊事務署 就不關他的事了 因為這個行憲道路工程 最近這幾次行憲 這三次行憲都是用道路工程去做 其實也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說鄭宇華由頭到尾 都跟這個擦巴士擁站 這件事是扯上了關係的 所以不要打算走路 不要打算卸責 這件事怎樣都關你的事了 好 講一下講一下 講到這個鄭宇華 我想最多市民認識到鄭局長的事 其實都是高鐵那件事 剛才又講到朱凱迪 朱凱迪那時是反高鐵的 沒有了 發生的事到底是甚麼事 大家都應該知道 現在土地正義聯盟 派出了朱凱迪去選白鄉那邊 在參選 然後發生的事 在朱凱迪競選網頁的Facebook裏面 就出現了一張這樣的照片 大家現在有沒有看到那個畫面 看到這個畫面 突然有一塊菜田在那裡 大家看到了 但後面為何有一批舊巴士在那裡 發生了所謂何事 原來 最初朱凱迪貼這張照片 想說到底是甚麼事 大家看看字幕 我讀一讀 或者這個螢幕比較小 就是那個resolution比較差 這個轉戰記事 八鄉大江部的吳銀有基隆場 旁邊有一塊由原居民 祖堂擁有的農地 近月突然被破壞 泥土鋪上鴨青 近日發現一兩又一兩 廢舊巴士放在那裡 很遠 看上去好像是巴士總站 唇亡齒航 這個農場的主人 吳銀就說 看到這一排一排的廢車 不禁搖頭 因為他就說 他們那個農場 八鄉其他很多農場都是 其實都是租回來 去耕田的 他們這些農場的主人 但是很奇怪 現在眼前看到的賽地 因為旁邊就鋪了納青的水泥 放垃圾放廢車 耕田最重要其實就是土地穩定 香港很難得 很奇怪 全世界都說 這些農地是製造食物的地方 他說 香港是很奇怪的 很難得 破壞土地的人一點代價都不用負 甚至惡人先告狀 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在巴鄉引入新的力量 包括政府的公權力 以及地區公民的力量 增加土地的穩定性 令到農民可以繼續耕作 亦都令到廢製了的農田可以得以復耕 不聞農場 加油 好了 大家看到這裡這個情況 好像有一個綠色的巴士 那些站坑 好像看得很奇怪 但是這張照片出現之後 下面發生的討論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右鍵下去看看 好了 有人就提議 說不如把巴士做住屋 這個很好搞笑 這個就說不如轉做住屋 我放大一點點給大家看 巴士變做住屋 有人提議 其實香港的確有人買了巴士用屋 我知道 其實也有巴士迷提出 這些巴士至少有一部是私人擁有的 原來這批車不是很廢車 希望看下就不排除 還是被人利用到車場 好了 下面有些人討論上面的巴士 也有人提出 這批車原來其實不是廢車 好 接著 接著 之後 有人留 有些人在這裏答 也有人說 當巴士公司當這些是廢鐵的時候 收藏這些行得的巴士都算是另類的保育 好 好了 接著 之後 其實 朱開迪的網頁也覆了 各位朋友其實大家都喜歡巴士 我不是說說巴士壞話 因為有些朋友 看到上面的匯文好像不太友善 接著他繼續說到 這裏的重點就是 很好地的農地不應該亂破壞 因為這個是不可以逆轉的破壞 甚麼是不可以逆轉的破壞 大家也可以說說 其實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是令到那裏不可以回頭 例如你填了一個海 你不可以抽一些泥 令到它變回一個海 這些就是不可逆轉 等於你現在說 為甚麼它說是一個廢車 即是變成一個車場 農地不可以逆轉 因為你上面鋪了蠟青之後 其實下面那裏你是種不回鹽 就算你怎樣去除蠟青 亦都是很麻煩 而且因為你做完廢車場 那些擺車始終都會有些維修 很多時候一些重金水機油 污染了土地地下水 就不懂鹽作去奸作 所以現在就叫不可逆轉 這個亦都是一個概念 為甚麼我們就說 他們說經常有個農地 不可以亂去搞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你要記住 人在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來自土地種出來 很多我們的菜 瓜 全部都是這樣 如果破壞了農地之後 將來就不能回頭了 好了說下面也有些朋友 繼續去回敏 其實我亦都回了敏 我自己本身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實現在我們都說 喂大哥 現在政府亦都是這樣說話 先看一看 我讀一讀回文 各位喜歡巴士的朋友 其實香港政府沒有做好報告工作 上途的舊巴士部分 人們專門收起來 海市 香港連一個陸路交通博物館都沒有 然後車主被迫 就為車輛在新界找合適 就是這些地方去栽生 最後就搞到農地 就變成一個泊車場這樣的情況 接著之後香港政府 現在呢 其實我講到尖馬這部分 其實我就是 講到就是說 香港政府就是偷換這個概念 說放舊巴士在尖沙咀碼頭 改那個露天廣場 其實不是殺了一個活古蹟 去做保育 是不是很荒謬 然後保留著巴士總站在這裏 其實這件事 朱凱特一直都幫助我們手 幫助我們尖馬之聲 保育之路 如果是由城市到鄉郊 沒有朱凱特的出現 我們都不會怎麼做 希望各位大家都支持他 好笑 之後凱特也有些回問 其實都說 這個歸根有底 這個都是土地規劃的問題 其實他都覺得 好像大埔火車站 應該有一個 舊火車站 做一個博物館 都不錯 政府應該要撥出地去做 還有如果是 政府做好這些自然環境 都有足夠重視 就不會亂去破壞這裏的農地 亦都不會出現現在這個巴士 在農地擺的情況 他亦都支持我們的向儀 他亦都問我們 巴士總站如果改造博物館 有沒有想法 其實我就告訴他 這個其實沒有 因為為甚麼 剛才說的不可逆轉性 一件事 你拆了巴士總站 本身的構築物都被他拆了 之後你放一輛舊車 有甚麼意思 還有現在的巴士站 就是一個 一個活生生的古蹟 其實就不需要 無緣無故去改用途去破壞 因為一影響到原有的用途 令到它受到不必要的破壞 就是破壞了整個地景的頂存性 所以我們首先說 這樣會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有人說 在高鐵的車廠上面 我們搞一個菜園鄉村生活紀念館 我問他 可以說 你覺得這樣會有意義嗎 如果高鐵不建 然後保留菜園村人和地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他都說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 就是我們也希望 大家都繼續努力下去 我們也在說 接著發生的事 就是 有些喜歡巴士的朋友 再查下去之後發生的事 接著就覺得 好像巴士被人公開了一個位置 就覺得有危險 為甚麼 因為後面也有些爭拗 我無謂多說那些爭拗 其實我只需要說一件事 就是如果 為甚麼那些人會留巴士 這班朋友是那麼害怕 現在他們把巴士放在那裡 是會被人搞呢 或是被人知道的位置 因為其實這些事情出現是甚麼事 就是出現一些 巴士 即是專門偷巴士的物品 專門破壞巴士那些 根本不是巴士迷 那些是破壞王 巴士破壞王 那些知道舊車在哪裏 可以偷別人的零件 為甚麼都好好的 車被人保留在那裏 那些就走不了 但現在你看到 那些車的警方多麼淒慘 其實擺一些隆地沒有啞 其實是一件很慘的事 因為你的車這樣風吹雨打 然後過了一會 就會掉色的油 還有那些車身就會生瘦 甚至掉色的油 其實大家看到這一堆車 他們現在的情況 都多麼坎坷 政府如果做回一個好的配套 其實做一個交通博物館 好像倫敦 好像英國那樣 有一個交通博物館 是可以把這些車放在那裏 做一個展品 同一時間 也可以承傳著我們整個交通文化 其實這樣才是一個真好的方向 而不是突然拆了一個真實的巴士中站 走去一個所謂 大家所說的魏古蹟 就是魏的保育項目 因為你擺一輛舊巴士 擺一輛舊火車卡 在尖沙咀碼頭的海邊 蚊形的露天廣場 風吹雨打不得止 然後你要記住那輛海邊 如果到時候 車放在海邊 車本身是舊巴士 政府現在說想擺一輛 很難 然後轉頭又說不怕 找一個膠袋 就變成第二個真造財 如果大家去尖沙咀碼頭 看了一次 現在就被人包著 都不知像甚麼 搞到一輛 被人包著一個膠袖 好像一個太空人的頭罩 所以真的很有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一方面記住 保育不是只說一個鄉郊 亦都說城市 如果政府城市規劃做得不好 就影響到鄉郊 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我們政府現在做一個城市規劃 根本一直都是一塌糊塗 大家應該要罵 負責土地規劃的政府部門 而並不是去罵 現在參選人他走過拍到照片 如果這樣也要罵別人 說公開了你的事 你現在沒有遮好 那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你這麼怕拍到你的車 你一不就起高一點的牆 遮住人家看不到 不用怕被人知道 但人家去拍了一張照片 沒有理由說這樣也要罵別人 對不對 好了 今節的時間 我們就差不多 稍後回來我們再講一下 在這幾個禮拜裏 我們看到關於尖沙咀碼頭有關的事 好嗎 稍後見 好 回到第二節 那就是尖沙咀碼頭 我們其實呢 這幾個禮拜大家都知道 這幾個禮拜我都不能回來做直播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第三次政府刊憲 然後剛才那一節我們都講過 大概現在的情況會是怎樣 好了 講到第三次刊憲這件事 可以大家也可以上一上我們的網頁 看一看 麻煩 麻煩 又要麻煩一步 剛剛其實我們現在做了一個網上的簽名行動 大家只需要打一個網子 就是三個W 跟著是 BusTerminal.org 即是我們的網站 然後你打斜動Petition 跟著已經可以上來 我們可以給大家網上的簽名 那就方便大家 都知道有很多人未必可以 星期六日出來 英文版就是剛才這個網子 大家看到了 可以在這裡填一些資料 中文版只要在裡面 都可以找到 那個網子 如果中文版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獻報的號碼 我們其實就等於 就是www.arabusterminal.org 斜動GN562 不要緊的 大家不記得這麼多號碼 待會我們臨尾的時候就會列出來 列舉給大家看 到底有哪幾個 可以給大家去上網 看看到底會是怎樣去支持我們 如果你們真的不方便 星期六的走下來沾馬找我們 上網都一樣做到 最重要大家的參與 多些簽名才可以制止政府 多些一人也信才可以制止政府 這麼愚蠢的去拆巴士總站 浪費我們公帑的這些行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先回來先 我們現在說 剛剛走了乾 不要緊 既然走了乾 就繼續走下去 為何無緣無故 現在會放了一個韓文的網頁 韓文的網頁 又跟尖沙咀碼頭有什麼關係 大家不如這樣 很簡單 如果你現在是在網上看我們 阿華TV 不過暫時不上網就沒什麼看 其實正常就是多餘 先來言歸正傳 其實只要大家打上這個網頁 三個W列 一點 J-E-L-L-Y 一環 F-I-S-H C-O-K-R 這個韓文的網頁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一進來 這裡 大家在猜中 哪一樣東西 會跟尖沙咀有關 不如我現在就 卡進去給大家看 Youtube正在拍攝 這條影片 大家稍後看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發聲我就不方便給大家聽 因為版權問題 免得煩 大家稍後可以上網頁去看 看到沒有 很熟口熟臉 剛剛拍的這條影片 2011年 在香港的上空飛機網上 咬個美女出現 到底什麼事 為什麼美女在哭 到底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鏡頭 木廠街 不關事 咦 芝琪開始有些事 咦 是個的士站 看到有個的士司機 咦 有個女生在那裡 在尖沙咀碼頭 原來的士站就是 好了 大家看到我們很熟悉的 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其實這條影片 為何我要給大家看 原來 大家在看這條影片 就是一個韓國的歌手 成此景 我沒有記錯過名字 我先看一看 他的名字 成此景 這就是在播出 他在香港最近拍的一個MV 剛剛放上網 其實是一首最新的作品 大家看到 他經過很多我們香港 一些很重要的著名景點 一些很街坊很地道的街頭 這裡其實是木廠街 土巴桓木廠街的的士郊間的位置 做足研究 他們很明顯 看到一些舊樓 剛才尖碼 這些全部我們最 還有這個 這個在哪裡 就是那個叫做 半山行人軒橋 蘇澳區那邊 其實他這些景 他全部在香港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真的看到他很有心 整個團隊找了 一些香港最有特色的 最有地道文化的一些景點 中環街頭 一些是中半山的街頭 一些地方 你看見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最有特色 最吸引外國人的一些 雪糕車 最吸引外國人的一些景點 去拍這個MV拍得 香港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但是你知道我們香港的政府 經常拆下一個拆下一個 剛剛在龍城 應該是舊啟德那邊 那一頭 食太樂夜那些地方 街邊 其實這些 看回彌敦道 其實這些才是我們香港 和其他地方的文化 為何人要來香港旅遊 就是要感受我們一些地道的文化 別人不是來 只是感受商場 你看看外國人來香港 他們那種去旅遊 我們說看到香港人出去旅遊 那種感覺已經很不同 香港人好像去買東西 純粹去買東西 買東西 但是外國人來看到 香港在看什麼 是在看我們一些街頭城市 一些景物 和他們國家是沒有的 不同這些才是最吸引的 雙層巴士 剛才他們坐著那一輛觀光的 開逢巴士 這些又是他們國家是沒有的 好了 現在就是那個雙層巴士 這些這樣的情景 其實為何我們發展旅遊 有關的官員 是不會珍惜呢 人家第一個店 基本上已經在尖馬出發 看看這裡有多重要的重要性 現在又回到尖沙咀碼頭 其實看到為何我們香港 會在這些地方 那麼地道的文化是多麼可挪到 嘴到真是羨慕死人 這些不要再看下去了 先停一停 看到真是不要 分事嚇到大家了 這個MV就記住 真是上網看看 真是誠意之作 這個真是一個誠意之作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上Youtube應該可以找到 但是否則上他們的官方網頁 看也都可以 我們尖馬之聲的網頁 也都將這條Youtube片 陷入了我們的網頁 你一進去也都可以看到 一個很浪漫的MV故事 其實大家如果看完之後 我相信都會覺得尖沙咀碼頭 可以多麼美 不會是說我們現在是殘到要拆掉 連外國人都會珍惜 為何我們主管旅遊的官員 竟然說要搞到什麼不倫不類 露天廣場在這裏 是否有這麼需要 這個真是很值得我們的心思 也都稍後回來去講的事情 接下來 回到台灣那邊 我又要講講 剛剛我們過了雙十國慶 就是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然後台灣又跟我們尖沙咀碼頭 扯上了什麼關係呢 大家又可以去過網頁看看 好了 好 這個就是 現在我正在看一個網頁 其實就是在說 寫什麼呢 最近的 9月22日 其實就是在說 有一位台灣很著名的鐵路迷 兼顧一個大學教授 一個學者 他都熟這些鐵路文化 跟著氣象 航空 地理那方面的東西 他就越了一個海峽兩岸 寫了一篇東西 關於我們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 大家可以看看 值得 香港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香港尖沙咀碼頭和巴士總站 就是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 最有興趣的地方 因為當時他研究的結果 就是舊火車站竟然拆到 只剩一個鐘樓 整個九港鐵路最重要的 車船聯絡記憶的全部都沒有了 連火車都跑了過去紅磡 雖然失望 但是只能夠遙望當年在這裡 天星小輪在尖沙咀碼頭 和中環碼頭拆了之後 相片無論如何都應該要保留著 無論天星是做博物館 還是整個尖沙咀地區做博物館 都是一個非常適色的地方 但是一出尖沙咀碼頭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是在1996年拍攝的時候 拍攝的 說是千馬巴士總站 現在一字排開這個陣勢 相當驚人 相當驚人 這張變黃的照片是在1996年拍攝的 大約十年後他再次來到香港 他也是一個來過香港的遊客 所拍到的巴士總站 在尖沙咀碼頭這裡 他就知道最近巴士總站 拆不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他覺得這裡其實是一個交通 最有文化意義和文化資產深度的地點 他曾經是一個火車 導輪巴士 因為台灣叫公車 公車交匯的地方 而且是一個海港城市 一個重要的鐵路和車船聯絡處 值得好好保留 並且強調整個文化資產的深度 整個 最重要是整個 所以這個星期六 其實他在說的是應該9月24日 他們那邊一班交通外號者 搞了一個巴士的遊客 新店客運 就是台北的一間營運商 他們就此機會 聲援我們這班 保留巴士總站的一班朋友的訴求 大家看到 他都放了很多照片 然後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是說星期六支持我們 星期六當然是做事 又去多個blog 這個就是另一個blog 其實都是一班台灣的交通發燒友 其中一位 都很著名的blogger 他們正在寫 就是什麼 他們在說他們那天 在台灣遊巴士河 租了巴士 新店客運的巴士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剛剛在淡水拍的 就是台北的淡水 其實整件事就是 他們整個公司的歷史背景 因為以前沒有接運 就是沒有地鐵 在台北之前 他們很多 住在新店一帶的朋友 很多時候 他們都需要使用到 巴士服務 就是新店客運提供的 他們其實就懷鬥了 他們很有心機 那邊也都那些巴士公司 是很幫忙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租這些巴士 他們有一件事 就很要求的 台灣發巴士 就是很圓著的要求什麼呢 車子要車身沒有廣告 因為那些廣告 他們黏著 車子就比較 是用爛爛爛些 而且沒有了原本的顏色的完整性 接著發生的事情就是 沒有了這個完整性 之後他們就覺得很失色 他們很多時候租車之前 就跟巴士公司說好了數 巴士公司也會很幫忙 巴士公司就說 你們過來給我撕廣告 你們過來給我撕廣告 然後剷了那些爛的位置 我做噴油 負責 噴好車 變回原本公司式的感覺 這是舊車 因為 沒有了發生的事 大家看到了 這是這樣的舊車 給他們做完之後 噴油 翻身完 剷了那些舊的油 廣告出來的效果 就像一輛新車一樣 他們出去拍照 他們租了巴士出去拍照的時候 車就變得漂亮了很多 看看 哇 挺帥的 其實他們去了很多不同的景點拍照 去那間公司很多不同的站頭 以前的站頭 現在的站頭 去到很多地方 當中這位 就是一位負責 今次 就是他其中一個發起 說他在台灣 他們幫我們 叫巴士迷一起去簽名的朋友 周先生 其實周先生 我上次在澳門 大家看早幾集 去澳門拍片 其實我也在澳門 和周先生見過面 因為他過來 就是拍澳門那邊的巴士 所以他也有過度 所以我也跟他見過幾次 他非常有心 他也自己在台灣那邊 他買了一輛舊的台北客運的巴士去保留 沒有了 接著下去看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看到他們一直在拍巴士 到了不同的地方 很漂亮 到最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後他們去了一個地方拍大合照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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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對 找到一張大合照 到底這張大合照有什麼特別 我又要放大 大家看到嗎 我這張大合照 轉圈 其實他他們都是 即是他們寄了一張手機 給他們 스� 誰知他們到了採 설명 就是當一個牌 就是當一個牌 這次除了他 拿著他們lijk 台灣 terrified 巴士線那些牌子之外 特地拿出來說是聲援我們的馬之聲 還有他們真的有說有做真的簽了信 稍後我就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看完影片之後就下集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回來再說好嗎 今集暫時就去到這裡 拜拜 還有那邊有看到 還要說也看到這張是主意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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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啊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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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